Hello,大家好,我是一来顿的Ella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宅家神器 移动智慧屏 平常我们都见过 但是你们见过带支架的平板吗 电视我们也见过 但是你们见过可移动的电视吗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款 带支架可移动 既是平板也是电视 一款从上到下都是智慧的 移动智慧屏 这块是32英寸的屏幕 我们还有一款是24英寸的 这两款产品除了屏幕尺寸不一样 其他的设计都是一样的 这块屏幕采用的是音效全贴合技术 音效全贴合技术的优点 就在于减少显示面板与玻璃之间的反光 可以让屏幕看起来更加通透 增强屏幕的显示效果 所以即使在阳光下 它的可读性也非常好 而且全贴合技术让屏幕更加的轻薄 这块屏幕只有不到4厘米的厚度 总而言之 音效屏幕 屏幕更轻薄 触控更灵敏 可读性更强 这款产品它拥有内置电池加隐藏式滑轮 它在满血状态下能持续使用3-4个小时 电池加滑轮简直就是最完美的组合 这意味着你可以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使用它 无论是在客厅看电视 还是在卧室打游戏 又或是浴室听歌 厨房学做菜通通都没有问题 推起来毫不费力 非常的丝滑 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线电视 那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个可调节的支架 这个可调节的支架 简直就是懒人追剧的必备神器 这个支架的高度大概是137厘米 屏幕支持阻尼悬屏 可以上下升降18厘米 阻尼的手感很好 一只手就能轻轻松松的往上抬 它还可以左右偏转15度 以及前后倾斜20度 最重要的是哦 它还可以顺时针旋转90度 横竖屏自如切换 无论是坐着还是躺着 都能找到一个最佳的关键视角 解放你的双手 再也不用拿手机拿到位了 这个产品呢 它还支持苹果安卓的无线投屏功能 现在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无线投屏的操作 首先呢 以苹果手机为例 找到屏幕镜像 点击这个移动智慧屏的名称 好 现在我们就连接上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线投屏 几乎是同步的 没有什么延迟 那这款产品呢 还配置了8核处理器 所以呢 即使它同时运行很多应用 也不会转到卡顿 用它来浏览网页更流畅 播放高清视频 解码速度也会更快 那这款智慧屏呢 它内置的是安卓12系统 这个系统呢 让这款屏幕的应用更广高哦 不仅适配电视的软件 同样呢 也适配手机的软件 那么配上遥控器 它就是可移动的无线电视 用手指触控屏幕 它就是放大版的平板 拥有这样的一台移动智慧屏呢 成练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它当健身屏 午饭的时间呢 可以当成美食教学的屏幕 下午在客厅和朋友打游戏追剧 晚上呢 躺在卧室的床上看看小说 睡前呢 可以听听音乐 在音乐中 缓缓睡去 拥有它真的是 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的陪伴你 真正做到了主隐随行 那当然啦 除了以上所说的之外 它还有很多应用场景和功能 那么你们会想到 将这台移动智慧屏 用在什么地方呢